車輛一台接著一台不斷湧入休息站 讓廁所跟用餐區都人山人海 廉價的第二天清明節 服務區也出現人潮跟車潮 不過高工局原本預估國道會大塞車 用路人卻表示意外順暢 有塞車嗎 沒有 很順 從哪邊 台北 台北 安全接著你就出發了 九 八點半 八點半 所以有預計要會塞車 所以要提早出門嗎還是 沒有 沒有 就順其自然的出門 高工局指出天氣晴朗 許多民眾可能會趁著兒童 親民這三天連假 席家帶勸一起出遊 原本預估國道會湧入250萬車潮 博清水服務區指出 許多民眾今年都選擇免費時段上路 塞車只有凌晨和下午才會發生 而人潮就是前潮 光清明節這一天 也讓服務區的業績成長三成 昨天的話大概是大約1萬5 1萬5的車潮進來 大概4萬的客人進來 就是1萬5的車子 到4萬的客人 那平常呢 平常假日的話 業績跟叫平常的話 大概有增加大約100萬左右 增加了100萬 這樣大概是增加幾成 因為平常假日的話 可以到300萬 平常的6日的話 其實禮拜日可以到300萬 那昨天其實破400萬 高工局表示 廉價這幾天 許多民眾預期塞車改走平面或是省道 今年國道算是順暢 但是部分路段還是有實施高承載管制 因此呼籲多留意即時路況資訊 避免塞車壞了出門遊玩的興致 借王盛炫台中採訪報導